我自己走 你看啊 你就学不会人家那种 柔柔弱弱的样子 不就摔个娇吗 你有水朋友啊 我给你倒点热水 先吃消炎药 热水 这种天气 那我去给你买矿泉水 你看啊 把我们班长迷得晕乎乎的 快别说了 像这种转下来的 把承拾一定走厉害 说什么呢 没凭没据在背后说人坏话 医学证明 舌根嚼多了是会长口窗 我们说谁坏话了 是你偷听我们说话 才不好吧 就你那大嗓子 我需要偷听吗 我有水 不用买了 不用买了 你有病吗 这件班主任的课 班主任的课就更好小点了 附近浩真的挺奇怪的 他以前只关心学习的 怎么突然这么关心寒敏啊 所以我才问你啊 同学们好 老师好 好了 我们把课本翻到三十二页 回家以后记得把细设做好 好了 下课 我去我的办公室 说吧 为什么要回作为啊 韩飞和王楚同关系不好 他们俩坐在一起回厅上学习 同学关系不好 我们应该主动引导他们俩和好 你这样把他们俩隔开 他们不是跟我隔阂吗 韩飞不一样 大家对他好像有些什么误会 有什么误会啊 马上你知道韩飞为什么转学吗 你问这是做什么呀 没有 就是关心一下同学 我听大家说他好像是因为 早恋 没有的事 韩飞是个好学生 他只不过是在学习上不那么积极而已 你其实跟他坐在一块吧 也挺好的 可以带动一下他学习上的积极性 他今天上课是不是又睡觉了 他今天早上从头天上摔下来了 把脚受伤了 老师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吗 我送他回去 你送他回去 啊 进 报告 进来吧 老师 这是我的积架条 刚才摔了一跤 下午体育课 那好 受伤的就好好休息 谢谢 谢谢老师 再乱打听我们家的事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你呀 主动关心同学是好事 可你总打听人家家 你别说韩飞一个女学生嘛 就是我也觉得奇怪呀 只有体育课这种时候 他能光明正乍地跟你在一起 你也知道你对不起我呀 你自己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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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啊 别走啊 别走啊 我给你打两拍 来 我给你打两拍 来 来 来 垃圾 我告诉你 赶紧好好打两个 让我杀你一下 抱抱早上的仇 好 捡球去啊 你打飞得你捡 我 我是不是打过去了呀 是不是你没捡住球 肯定你去捡呀 这么小的圈怎么长的 教导主人那里应该有学生的答案才对呀 教导主人那里应该有学生的答案才对呀 我这么自己的事前面干过你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找什么呢 我在找昨天测试卷子 找卷子干嘛呀 我觉得我昨天发挥的不好 想拿回去重新做一遍 班长还是有觉悟的啊 还知道发挥的不好 你自己看看 这么简单的题都能做错 还有这几题 咱们上课是不是都讲过 好 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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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拿回去重新做呀 好嘞 主任 好嘞 主任 好嘞 主任 谢谢主任 主任 我走了 小飞 你看着悟景浩去哪儿了吗 悟景浩 我刚刚上厕所的时候 好像看到他往行政大楼那边去了 行政楼 嗯 那不是熊熊最高的楼吗 这悟景浩又想不开啊 你 景浩啊 你 我们公开我们的关系吧 再这么藏着掖着我真的受不了了 你回来 你为什么一个人叫他来这儿啊 你到底有什么你可以跟我说呀 是不是因为马逢子 如果要真是因为他 那我豁出去了 我为了你 为了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要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在光明这个大楼在一起 我有病吧 景浩啊 你说之前写的那个 撕了吧 撕了这件事就不存在了吗 作为朋友我真的不能做事不管 没有一件事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而且你要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永远都会在你的身边 你确实在我身边 把他露了 对不起啊 你知道 人要是突然改变是很困难的吧 是啊 我从你身上就看出来了 想要改变一个人太难了 所以 那个遗书就是写写而已 不当真道 你能不能别再说这个事了吗 哎 话说回来你知道韩非为什么转学了 不知道啊 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不要去招惹那种人的 清楚惹了什么事呢 有了什么事啊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想让韩非照着你 这样马疯子就不敢欺负你了对不对 看不出来你还有这种小心思的哦 小贝 你不开心吗 你吃这么多还买那么多东西啊 这个是得给晚上吃的 晚上 嗯 我们要上网课了吗 不是 照道主任说 新作文大赛一定要用电子版 可是同学们都是手写的 就让我出度作文 我本来要去参加白振宇的粉丝见面会的 是这样嘛 当学生干部还真是辛苦 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票啊 我帮你啊 什么 我说我帮你录作文 吴静航你真的太好了 这些都给你了 没事 这个也给你吧 好啊 对了 那你录完之后 记得把门锁上 好 来了来了 来 让你捡球 你去哪儿了 知不知道后来体育老师让我去找 我找了多久 找到了吗 找着了 那我就得了 不是 吴静航 你最近很猖狂啊 你觉得你被球砸只是一个我人吗 那件事情 我迟早得找你报仇吧 说到了这件事情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 你 小心你的食指 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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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指怎么了 走着瞧喽 你真的能自己回家吗 我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 还不能走路了 那你还记得你家在哪儿吗 我家在 吴静航 你是个变态吧 又讨话 没有 我就是想看看你清不清醒 如果你不清醒的话 那我就只能送你回家了 让你吃饭了 喂 妈 今天学校有事 我得留下来帮老师 就不回去吃饭了 我还给你炖了你最喜欢喝的骨头